新竹縣虎口鄉為了解決尖峰時段塞車的問題 打算要設置跨越省道台縣高架路橋 而鄉公所昨天舉辦了第一場公廳會 反對民眾卻指控鄉公所是為了謀取功臣利益 一連串質疑讓鄉長張春鳳動怒 雙方爆發爭執 反對民眾是雜耳拍桌 場面相當的混亂 最後可以說是吵吵結束 湖口鄉公所舉辦公廳會與民眾討論 中山路跨越省道台一線的高架路橋 希望可以解決尖峰時段的塞車情況 不過是遭到反對民眾質疑 鄉公所想建高架橋根本是為了謀利 為了蓋高架橋 蓋高架橋 工程利益嘛 工程利益 有沒有知道 民眾質疑花了大錢蓋路橋 若是又無法改善交通 這筆帳該算到誰頭上 一陣唇槍舌戰讓鄉長張春鳳也動怒 說了一句隨便你 徹底點燃民眾怒火 雜耳拍桌 民眾情緒激動 對著工作人員不斷咆哮 根本無法繼續討論 整場恭聽會就在謀罵聲中草草結束 相公所則表示會擇日再與民眾溝通 另外報羅湘倫 新竹報導